我吃了好多次 剛剛管教授也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惡戰之後 德國可以面對意思 可以向猶太人道歉 日本人為什麼不可以 日本人到現在 他甚至還不承認 他們侵略中國 對於這一點 我們明天一定要提出一個有效的辦法 讓他們面對意思 所以說我想說我們抗戰 抗戰勝利60周年 以及70周年 我們有兩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讓日本人知道 歷史就是歷史 是不可以改變 他能侵略中國就是侵略中國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他去面對 而且藍提大廚他也不承認 他殺死了這麼多人 他到現在還不承認他們做的這個事情 所以說呢我們要讓他們 要面對這個歷史 而且叫我們中國人 所有中國人道歉 第二件事情就是剛才管教授 那位學長也提到 中華民國還有我們那個 吳主席也提到 這個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歷史 中華民國當初 是唯一的合法政權 中華民國和美國和其他的 各國的這些 軍事同盟國 大家一起的勝利 所以說基於這一點 我希望管教授能夠給我們一個 一個具體的解釋 就是說我們如何能夠去應對 讓日本人能夠面對這個歷史 謝謝管教授